其实说是怕被监督了 还是因为两个东西的考量 他要跑他的选举行程 他的下班时间比其他人的下班时间还重要 第二是多说多错 韩国瑜爆雷的这个习惯 要是在短时间之内不改的话 那常常会发言出现问题 我说那个太平岛挖石油的事情 他脱口而出 所以但我会补充 他和他的潜在意识 我们回到刚才 楚音所说的其实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 民意政治最主要的议会的质询 这很重要的 郭委员说得好 这样的权力过去在立法院 从来没被剥夺 国民党今天这么做 我觉得是便宜行事 什么便宜行事 基于我刚才说的两个理由 你就是为了护航韩国瑜 跑行程这个事实 另外一个部分是掩护他 说错话的机会 那得利者是谁 得利者是高雄市民 得利者是台湾民主政治 得利者是台湾地方自治的精神 都不是 正当性站在哪里 正当性跟民主政治是不分蓝绿的 是超越党派的 结果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对韩国瑜的选情 绝对是雪上加霜 为什么 你这是短多长空 虽然你掩盖得了一时 跑去蹭韩粉 好像对国民党 或是对韩国瑜的 这个造势是有帮助的 然后让他不再失言 这人对市政没准备 多几个像我们议员这样子 或类似像郭伟员这样 这么稀的 问他几句 或者是黄杰议员这种 再翻几次白眼 对不起选情不好看 两相其爱取其亲 与其他 让他在那里丢脸出丑 暴露野人羡暴 你根本对市政 或者是预算书 完全都没有概念 另外一部分是去蹭韩粉 所以大家终于做了一个 很痛苦的决定 用议会的多数的暴力 然后让大家觉得 哪有这种事情 对议会来讲 对立法院来讲 天经地义就是 质询要问好问满 挑灯业站 基本上是OK的 而且我刚才说过 质询的关键在这个会期 不论是在立法院 还有在议会 这个就是预算会期 钱要怎么花 在所有质询过程之中 或其他的会期之中 都没有像预算会期 来这么重要 为什么 你讲了一大堆 对政策 你看人家都会竞选支票 要用什么方式具体的呈现 不就最负责任的方法是 我把我的承诺 跟我的政见 用预算编列的方式 让大家来看 那朝野或是说行政跟立法部门来进行攻防 这不就是民主政治的精神吗 这不就是责任政治跟民意政治的精神吗 如果国民党只为了选举的一时的需要 结果践踏踏这样的民主就开了一个最坏最坏的恶力 刚才说的陆淑美的女儿黄运涵小姐 一旦选到立法院呢 对不起啊 那你是不是要比照办理 难道立法院也是啊 正常下班吗 我觉得这些话都说不通啊 我再补充一下立法院 好 比如说苏院长如果他要 能够抽出更多时间来做法案研究 他会拜托本党的立委改书面 还是有咨询 可是在野党的咨询 你敢去拜托人家 你也要拜托耶 在野党咨询是他的权利啊 不可能啊 他要怎么咨询就是他的权利 不可能去把人家把这个东西取消掉 不可能的事情 好所以赵新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说现在是预算会期 尤其韩国最喜欢讲的就是什么 高雄负债很多啦 所以钱一定要用在刀口上 可是偏偏呢 现在高雄市议会的党团 大家现在都觉得你这就是要护航嘛 不然难道你的议员是要早下班去找 早跑选举吗 跑行程吗 敬酒吗 婚伤喜庆吗 说不过去 那这样其实自肥的形象很明显哦 首先我要肯定这是高雄市议会议员 想要咨询的这个初衷 那咨询都不是坏事 不过要用同样的标准跟正确的资讯 我们才能够用正确的判断 第一个就是说 我刚查了一下 就是说所谓的六点半准时下班 那其实我们用其他六都来看的话 其实咨询到六点半结束跟其他比 比如说跟桃园比 并不是一个特别晚 桃园一般来讲是五点 当然开始的时间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所谓的两天 我刚刚看到的一个 你要是有人去明定说 那你就是要打卡下班 我等一下看到一个 不用看结果嘛 分析表里面来讲的话 现在是施政报告咨询嘛 现在是两天嘛 台北市议会也是两天每位六分钟 新北市议会一天每位六分钟 桃园市议会一天每位十分钟 台中市议会一天每位五分钟 台南市议会一天按灯由议长邀请发言 那这样比较起来的话 如果说高雄有什么跟其他五都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摊开来讲做比较 大家都愿意更改 但是要说出来正确的标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郭委员我的老师 他有提到他果然是很比较懂立法院 说这个柯总召那时候就是说 如果碰到执政党的委员的时候 可能就请他改书面咨询 那其实两年前 曾经被柯总召在朝野协商的会场上 点名说 请国民党团交代一下你们两个助理 一个叫沈建一叫郑绍兴 不要在脸书上 我会把他干掉 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有发表一个意见 就说你这个就是护航啊 为什么护航 因为其实柯总召当初不是只有说 拜托党籍委员改书面 他还拜托一件事情我不能接受 他拜托我们一般总咨询是30分钟 他拜托大家改成15分钟 15分钟的话可以加快整个总咨询的流程 可是我们认为这样子 那时候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案子 叫自愿放弃哦 可是这种说服我们认为就是 你刚刚讲到重点 拜托 可以强制规定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样是 你讲的现在还有 对现在还有嘛 那我们这时候就认为说 这样会挤压到整个议程流程 但是可以强制规定 我觉得这也不是强制规定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他其实在跟其他的议会 在比较的时候 有没有过分的地方 如果有过分的地方 我们可以大家来讨论 那如果说没有过分的地方的话 议员如果有执行权 我刚刚看到的嘛 后面有施政总质询 每位40分 9天下午 那不能够在这个 每位50分 40分还是台北市议会 那时候是几月 22天上午 9点半到12点半 几月的话 可能要问一下 志宏议员 认真的议员 那我就发现说 你后面没时间吗 10月29号会不会 已经去习假了 我有个问题 谁要请问一下 赵新凶庄 我对不起 你认为这里面都没有政治考量 都没有选举因素 都没有其他 就是所谓的议事规则 这是过去的常态 这里面都没有任何 我认为是议员的咨询权 应该被保障 到底有没有被保障 如果后面还有时间的话 我想讲一下这个差异 回应一下赵新 每一个议会 地方议会是地方自治 每个城市的状态不一样 标准不一样 不能拿在同一个天秤上 来做比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过去的时候高雄实议会 时间到了 也会有表定的时间 没有错 时间到了 所以讲说 我们已经到了法定的 时间到了 那接下来议员 要不要继续讲 就是我们会主张 就是我们要继续讲下去 所以官员就是必须坐在那边 让议员去充分地表达下去 现在的重点是在于 协商的结果是说 不管你要不要继续讲 时间到 敲锤 结束 下班 离开 重点差异在这里 是 这东西 其他议会我问过 问过新北市议会 问说你们会不会时间到的时候 有类似状况 他们说 他们大概是可能一个默契 时间到的时候 如果还要讲 可以表达 举手表达 去讲 如果不讲了 就不要讲 其实每个议会 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重点上 您意思说不能讲 另外一个 我确定 就是所谓的六点半下班 我们平常议会开会 基本上不会在六日 在平日 对不对 平日的话 韩市长不是说 他六日才会离开高雄 他平日的时候 他下班要做什么 是搞市政 所以说他下班去搞选举 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有误差的 因为他是一到五的时间下班 那我们如果说是这样子 如果超市超市晚会 大家来检证 可是问题是 他如果做过承诺 一到五的下班时间 他基本上要去跑市政的话 是不是应该多留一点时间 让他跑市政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讨论的空间 但是现在是 韩国瑜是用平常上班时间 在用假借这个地方的请义之旅 动员韩粉在现场 围住会场之后 还喊动算 这已经是用市政的时间 变相在进行选举的造势 现在韩国瑜现在实际的状况 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他平常之前 也有发生过晚上的时间 跑去台北参加会议的 中午的时间用来直播了 所以韩国瑜自己讲过说 平时拼 专心拼市政 自己已经破功了 现在议会国民党团 在用这种方式来护航他 放水他 根本就是自觉坟墓 自寻死路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主要是现在是预算会期 钱要用在哪里 比如说这个挖石油 有没有白紫黑字 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高敏林议员 在问他说 如果你要挖石油的话 你为什么没有编预算呢 他直接说谁说的 一开始呢 还有很多国民党的人 来帮他拗说 没有白紫黑字 但是现在出现了 原来他在上任之后 1月17号的施政报告当中 有关于首付经济 就有提到了这一点 所以朗东我们现在来看 这是不是就是担心 他到时候进入预算审查的时候 越问真的是 越来越大肯 干脆就让他问得少一点 早一点下班吧 反正议员也轻松 大家也轻松 何乐不为 没错 韩国人的逻辑 只要攻击他都是黑韩 背后都有拿钱 那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 应该也是黑韩大军有拿钱 怎么会 因为8月12号的时候 韩国人被拍到说 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准时上班 睡到中午才出来 然后结果市府的解释是说 其实他上午都在家里办公 后来舆论一直攻击 他挺不住才说 你不要问我几点上班 你要问我几点下班 果然你就准时下班了 原本韩国人要塑造一个是说 我都工作到晚上10点11点 结果你这个市议会就变成让他准时下班 那不是就戳破了韩国人的谎言吗 然后接下来韩国人就解释说 其实我还是在做事 做什么事情 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家心里有数 我这边就不做辩论了 当然很多国民党的人会讲说 其实你看其他县市 也会有一样的状况 有些议会咨询 也没有咨询到这么晚 我只会有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好了 从中华民国有民主选举以来 有哪一次有一个县市长 第一次当选 不到一年就要选总统 没有 这是一个绝对特殊的状况 而且有哪一个县市长 他完全推翻之前所有的县市 然后提出非常多新颖的政见 包含做开发石油 爱情摩天轮等等的 也就是说他不同市政的角度来讲 他跟前朝所做的做法完全不同 所以市政咨询更重要 因为要知道你确切的方向是什么 这是其他县市没有的 你不要再拿其他县市来类比 第二个是从总统的角度来讲 其实我坦白是说 大家为什么会关心这样的咨询 因为韩国人要选总统 他高雄要落跑 所以你对全台湾的市民来讲 你也是透过这场咨询去知道说 韩国瑜他是不是个市任的总统人选 坦白讲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韩国瑜愿意直球对决的话 这其实不是黑韩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在咨询跟这个报告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得分会失分 你打球你可能表现得好 你也可能会失误 那当然失误的部分 这个有党派像我们会把它拿出来讲 可是你得分的部分 国民党可以讲 可以啊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哇 国民党连做球给他 让他背好答案 表演一番都做不到 那韩国瑜炒包是到什么程度啊 哇石油这事情可以解释 说不是白纸黑字 这才太荒谬了 政治人讲话必须要有诚信 你如果说不是白纸黑字都不算数 那以后每一个政治人物 包含韩国瑜在内 他讲话你就说 你们不是白纸黑字嘛 他现在也没有白纸黑字 说要选总统啊 所以我们就不把他当成总统参选人了嘛 所以他讲话就把他当虎难就对 这完全逻辑上是错误 再者他白纸黑字写的 他也做不到 他高雄市长竞选政签第13条 说呢要在高雄的这些市立图书馆里面 要去开城市啊 开英文的课程 到现在没有办 唯一有办的一些英语课程 去年成局的时候就有了 去年就有了 你完全这么简单开课时你做不到 包含是说青年创业基金 说要100亿 其中70亿民间 31亿的这个政府 结果呢市政府变了3亿 剩下的97亿消失了不见了 你白纸黑字写的 你也做不到 然后你不要说 然后有些这个韩粉就说 韩国瑜给他一点时间 那他才刚上任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相对应的蔡英文总统 他过去在2016竞选之前 他就说到说 他思考国防议题 要把发展国防产业 那要有自行研发能力 在选举前白纸黑字写的 这是蔡英文官方的网站 结果你也看到了 他这个永英浩就出现 永英浩在蔡英文上任两个月 2016年7月的这个时候 就开始在谈 到了2017年 大概做了5月还6月的时候 也就是他上任9个月的时候 已经跟了这个汉翔签约 同样的标准 你来看韩国瑜上任9个月之后 他说什么 我没有说过挖石油 还解释说 我是开发石油 不是挖石油 还有韩粉是说 开发笔孔跟挖笔孔不一样 这种文字游戏 给大家听在耳里 只觉得说 你是完全不想面对自己的错误 我不是说政治人物 开出来的这个竞选支票 一定百分百兑现 这不可能 但是你的对线率到零 甚至你完全否认 之前曾经提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支票 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不知道说 你要怎么样帮他护航 我认为对于韩国瑜来讲 他最好的方法 就是正面接受检验 就是直球对决 这个地方是最好的